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骑着摩托车穿行在拥堵的街道上的画面既表现出总统的帅气亲敏 又用挥鞋的方式调侃了该国的交通状况 而视频与现实的交致 让人们想起2012年女王跳伞的画面 倒计时时鸟在印尼传统与现代的地标之中结束 一幅亚洲地图出现在主舞台上 在齐郡和平的印尼传统语言歌声中 大约1500名姑娘组成的方丈表演 为一段拓牌与传统萨玛舞的 充满着现代风格的舞蹈 欢迎一世在红色的烟火中结束 现场用视频回望 那56年前的亚加达亚军会 随后各代表团按照经文字母 披写顺序登场 此次由于科威特代表团的参赛资格 是配合恢复 从而实现了亚奥理事会 45个成员的一次大团圆 引领各代表团的礼仪小姐 身穿金色的天使制衣和拖地长袍 非常荣言 中国代表团穿着蓝色梦想绿服 在起手跆拳当名将赵帅的引领下入场 引来全场阵阵欢呼 韩国女兰选手林英辉和朝鲜男选手 一起高举朝鲜半道到齐 共同引领朝韩连队联合入场 而看台上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和朝鲜内阁副总理李龙男 也是高举着牵在一起的手 向运动员挥手致意 身穿上红下白国籍色第一名代表团最后入场 而在源源不断的印尼代表团身后 三只吉祥物吉乐鸟 独角犀牛和八道花鹿 叶压阵亮相 燕尼著名歌手为亚身穿点缀着各色花卉的白色西装现唱一首 专门为北次亚运会 而且的歌曲全新闪耀 充满动感的旋律让总统作客也随之做起了划船的动作 在一张对捧着国旗入场时 灯火构成的声音出现在主舞台的山顶上 燕尼著名民族歌手图鲁斯现唱领唱的印尼火歌 在全场的国歌声中 逆你国旗在主舞台上高高飘起 在为前不久的地震进行的短暂默哀一事后 雅加达亚运会组委会主席和亚奥里士会主席宝赫德基王分别致辞 在燕尼总统作客宣布亚运会开幕后 亚奥里士会会议议入场 包括羽毛球名将陈甲亮 马吉兹基多等在内的巴巴印尼著名运动员直起入场 在升旗仪式结束后 运动员才探员代表进行了宣誓 随后开始的文艺表演分为水、吐、风、火以及火力亚周五个章节 第一天章中 一群人故事 展现了人们蒙昧时期的生活 乘坐传统东南亚风格 搬传而来的勇士将多种族融合在了一起 拯救了大家 沙顶上出现的歌手来发用歌声表现 享受着和平的人们的快乐生活 在菩提鼠的衬托下 来自苏南达拉、爪哇等印尼各个岛屿 的旋律和舞蹈组成了第二篇章 《风》的篇章中 白衣舞者们在明月衬托下 表演了传统的擅自舞 十五岁的印尼少年钢琴家乔伊亚丽莎大演现场现役 在一首印尼茉莉花的歌声中 身穿白色长裙的舞者们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在红色的火光中 两种印尼的鼓被敲响了 耍手挥舞火把的舞者们演绎 有一段土著舞蹈 在热烈的气氛中 56年前的女子三米法跳水冠军 第一个手指火炬走进现场 在经过了其他四棒传递之后 最后一棒火炬首不出意外 的是羽毛球天后王莲香 她点燃了本届亚运会的烛火炬 而12000多发烧烂的烟花随之而起 献给本届亚运会 也献给印尼昨天的国庆日